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四次传球打赞 而杰克森相对黯然 28次传球15次成功 累计推进只有97码 还好有一次传球打赞 乌鸦队可能由于有15名球员挂了病号 全场显得慢热 拥有控球权只有24分钟一秒 对方是35分钟59秒 然而四节都有得分 杰克森在第一节开赛后传球失误丢失7分 赶紧以3分钟34秒发动6波攻势累计 推进75码达阵追平比数 马霍姆斯不甘示弱 也立即以4分钟31秒发动8波攻势 累计推进92码达阵 将比分超前 乌鸦队在第一节有两次传球失误 其中一次造成失分 杰克森全场26次传球18次成功 累计推进239码有一次传球打赞 本人两次持球冲锋打赞 以及两次传球遭遇拦截 马霍姆斯的球长队 兼赴诸位缅大联盟美国联会冠军的重责大任 全场31次传球24次成功 累计推进343码有三次传球给不同的队友打赞 一次主导队友持球冲锋打赞 以及一次传球遭遇拦截 球长队在12日于主场 以33以29击退克里夫·兰布朗队 拿到本季开门红 马霍姆斯全场36次传球27次成功 累计推进337码有三次传球打赞 没有传球遭遇拦截 乌鸦队则是在13日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克场 以27以33项突击者队臣服 杰克森全场30次传球19次成功 累计推进235码 只有一次传球打赞 莫有传球遭遇拦截 19日是杰克森在职业美式足球生涯之中 第九次创下单场个人传球和冲锋 至少都达到100码记录 这种佳绩目前是大联盟极限 乌鸦队在这场比赛中进行到第三节时 一度以24比35落后11分 然而在第四节却把握机会 一方面让对手攻势无功而还 同时合力攻进12分逆转得胜 比赛的拐点就是乌鸦队在球长队中场前掉球 fumble了之后 以1分钟20秒采取五波行动确保胜局 球长队在此一之后 应该深切体会本身防守利弱的弊病 球长队在本季的前两场赛事 虽然合计斩获68分 名列大联盟第三名 但是面对对手派遣的陆战队 至今已经七次失守冲锋达阵和404码距离 却也是大联盟32支球队独有尴尬 彭广阳 2021年9月21日